U18 青榜世界盃 中華隊在第二場比賽碰投澳洲隊 挑戰預賽二連勝 咱們臺灣小將延續前一場 再見安打贏球的氣勢 一局上就發起攻勢 把握澳洲先發投手 Tyson Noel的控球亂流 沒有安打就攻佔蠻累 兩出局時輪到黃潔西打擊 他打穿內野形成安打 這事實一擊送回兩分 幫助中華隊先持得點2比0領先 不過兩分領先當然還不夠 三局上中華隊又靠著澳洲隊送禮 守備失誤加保送 又是不靠安打攻佔一二壘 接著就是中華小將 展現多元進攻的時候 四棒林家瑋成功的犧牲觸擊推進 王念好的傳援安打 先送回陳志宇 下一棒黃潔西執行打帶跑戰術 打出帶有打點的安打後 中華隊持續攻佔一三壘 隨後再發動雙盜壘搶分成功 這個半局中華隊又安打又戰術 三局結束中華隊將比分擴大至 五比零 雖然說這場比賽中華隊進攻 滿有效率 但還真的是要跟澳洲隊說聲 謝謝啦 四局上鄭俊瑋和邱昕連兩棒打出 內野安打後 澳洲隊再度自亂陣角 爆送爆頭 守備失誤樣樣來 既然你們要送禮 台灣小將也沒得客氣啊 單局打下五分 四局上結束已經將比分拉開至十比零 取得雙位數領先 今天中華隊的先發投手 孫義磊前三局表現不錯 送出兩次三振無十分 續投第四局面對守棒打者投出保送後 被換下場休息 接替的王彥恩上來 也丟保送 隨後又被打出 還有滾地球丟掉兩分 澳洲這個半局微微縮小落後 失調的分數就用球棒討回來 五局上中華隊攻勢又起 單局再出現五局安打 其中劉俊瑋的左外野平飛安打 帶有兩分打點 代打的楊念希也馬上敲出安打 打回中華隊的第十三分 由於賽會有五局相差十分 提前結束的規則 因此五局下形同澳洲的最後半局 中華隊推派舒志浩關門 舒志浩投出1K沒有掉分順利守成 中場中華隊最十三比二 提前在五局扣倒澳洲 取得預賽二連勝 晚體育台綜合報導